3月21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 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且正处于春季三个月的中间,因此被称为春分 春分时节,人们纷纷开始踏青出行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说的就是春分时节放风筝的民俗活动 专家介绍,除了放纸鸢,古代民间还有树鸡蛋,酿春酒等有趣的习俗 春分的习俗吧,首先就说是树蛋,就拿着鸡蛋立起来 那么这个习俗的是中国在四千多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么后面又传到了四界 再有一个就是春分放纸鸢 因为这个时候太阳照在地面,地面的有一股气蒸腾上来 可以是往上拖,所以它放风筝的更容易一些 而且那春天的风,它比较大,能够让风筝高高的飘起 所以这个也是放风筝的一个很好的时间 那样春酒啊,其实各地都有那样春酒这样的一个习俗 用于祭祀兼农,然后祈求庄稼丰收这样的一个内涵 春分时节,正值众多蔬菜发芽 因此民间还有春分吃春菜的习俗 同时也寄予着人们的美好愿望 各地呢,春分的时候啊,新长出来的绿色的植物 就比如说乡村啊,青笋啊,葱笋啊,韭菜啊,油麦菜啊,菠菜等等 这些比较应激的都是春季 人们比较喜欢吃的,对新生命的一种美好的期许 有美好的意义在这里头 专家建议春分时节 人们在日常养生方面要遵循阴阳平衡的原则 清淡饮食,规律作息 人们的饮食呢,应该遵循平衡 不能吃大寒大热的东西 要保持寒热均衡春季的适令蔬菜和新鲜的野菜 有利于体内的激热的蔬蟹和散发 葱啊,姜啊,蒜,韭菜,大蒜,胡萝卜,南瓜青菜等等 也都是一个饱,既呢,防春困,又能够保护健康 那么起居方面呢,就是要坚持时代的断量 比如说呢,如果出现春困的现象呢 可以时代的进行有氧运动 早期呢,做晨练 傍晚呢,散步 民间呢,又充分放风筝这样的系数 那么这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全身的运动 中文字幕传逐温 李宗之 中文字幕传逐温 李宗之 中文字幕传逐温 李宗之